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针氧化的YouTube频道 现在是4月中旬在多伦多 这些水果已经上架了 我们上一次介绍了裸根的玫瑰 前面那里 它是用塑料袋包的 而这种水果呢 它是用这种盆子或者塑料盒子装起来的 里面也有土 你要检查一下 看它里头有三种可能 这种我没买过 但是有买过类似的 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就是它里头就是用的compost是黑色的 第二种就是土 就是用的普通的花园土 第三种可能也是锯末 如果是锯末的话呢 一定要把锯末清理掉 然后再种到土里头 尽量不要带着锯末一起种 那么如果是土或者compost的话呢 这个看来不像是这个土 不像是compost compost都是黑色的 可能是土 它这个应该是在地里头 去年地里头 在它休眠以后 从地里挖出来 然后再种到盆子里头 所以整个冬天呢 它应该已经开始长根了 Most likely 应该是长根了 所以你可以连着它的土呢 一起种到地里 现在种应该没有问题 这些都是耐寒的品种 好 好 我们大概说一下这些水果吧 Raspberry 叫什么 覆盆子 Raspberry 是非常的vigorous 甚至是invasive 在garden里头 应该算是invasive plant 清晰性非常强 串根 串根串得很厉害 而且它有个特点就是 上面有刺 它的那个杆上 你仔细看有刺 你看看 这个很刺很尖 这个处理起来 维护起来 会有一定困难 一定说戴手套 可能有些手套也管不住 串根串的厉害 如果你喜欢呢 你可以到你的朋友圈里问一下 看谁家有 如果种了两三年 人家一定非常非常愿意和你分享 免费送给你他们的 覆盆子Raspberry 因为串根串的太厉害了 每年挖都挖完 这里还有blueberry 蓝莓 蓝莓它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洗酸 土壤非常酸 甚至于比 呃 pH值可能3到4吧 需要 甚至于比 杜鹃还洗酸 它如果 就安省的土壤 我们现在安大略哈 这个多伦多安省 大部分地区土壤都是碱性的 所以直接种在地底的效果 会会很差 甚至于死掉 呃 很多人就种在盆子里头 或者是种在这个圈 圈起了一块地 racing bed 然后种 把这个洗酸的植物种在一起 你可以加大量的peat moss 这样的话会 会省事一些 如果你要单独种一颗 要维护它的酸性 会比较麻烦 这里还有葡萄 看看这葡萄 delicious delicious means 它的意思不代表它不酸 我们很多人吃葡萄喜欢吃甜的 受不了酸的 像我是受不了酸的 第一 你看这个 这一颗很小 我估计第一年是接不到 或者头两年都不一定能接得到这个葡萄 所以这都是长期种的 葡萄是 会长得很大 呃 你要选的话 最好选优良品种 第二呢 葡萄 这个甜的品种啊 我猜 甜的品种啊 都不是太乃含 在多伦多这种Zone 5到Zone 6的情况下 这个甜的品种会很少见 呃 它不耐寒 呃 都是在南方 这下面还有这个 看上去这个大葡萄很诱人哈 呃 通常在这卖的都是耐寒品种 呃 对于不耐寒品种呢 比如说Zone 6的品种呢 通常建议在冬天的时候把它 呃 葡萄藤放倒 然后用帽尺盖 盖起来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它 呃 安全过冬 否则你种的景点很大 突然有一年冬天特别冷 一下就没了 另外一个像这水果呢 特别像这种葡萄啊 呃 Raspberry Raspberry 那个旁边Raspberry 也可以不用管它 这葡萄呢 呃 可能会受到小兔子 不是松鼠啊 应该是兔子 呃 啃食 它会沿人地面把你的这个 葡萄啃掉 就是前两天还听着有网友在 呃 说 哎呀 葡萄被啃了 可惜啊 呃 所以这个还是需要 底下需要防护一下冬天的小动物 防止它们来啃食 好了 今天先说这么多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意思的话呢 欢迎分享到你的朋友圈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